还真以为711只是个便利店吗 它的成功经营知道是什么 当你研究完711的商业模式你就知道了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 导致线下实体店一批一批的倒闭 而711却逆势上 每年创造近百亿人民币的利润 人均净利润达到120万元人民币 超过了世界级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 它的模式值得今天中国所有的企业去学习和研究 第一条 零成本开店 派出大量的市场人员 全世界寻找那些地段特别好带有 不怎么赚钱的小型便利店 比如店主一天能挣一千 市场人员就会说 与我们合作 你每天挣的钱一千保底 给你一千以上的部分我们评分 老板就觉得哪见过这么好的事 都会同意711接下来会给他们负能 怎么负能呢 你用我们的品牌 我们来给你供货 百货帮你做股销帮你买新品 还派人来帮你做经营的优分 因此地球上就出现了一家 拥有6万多家连锁门店的便利品牌 再说第二条 大家做零售更关注的是选址 而711的核心则是商品研发的能力 它最赚钱的产品是熟食 包括饭团 便当 三明治 关东煮包子等等 都是及时的产品 711有一支超过150人的商品研发团队 他们每天都会做研究 销量和利润都不高的商品立即拿掉 而销量和利润都高的商品在大量的部署 利润不高但销量高的产品 则用来做活动 拉近眼睛 第三 数据驱动经理 为了把数据驱动经营发挥到极致 他们会采集所有门店的数据 包括位置 周边消费者的年龄 购买行为 甚至这一天的天气 这些数据都决定了每个门店的商品摆放 比方说 商务酒店附近的门店提供很多的即时食品 办公楼附近的门店提供早餐 午餐 而小区附近的门店则采放蔬菜和各种调味品 和一般的连锁店整齐华一的管理不同 711是签店签面 精准化 最大程度的满足需求加盟711的便利店 不用交加盟费 也没有风险 就能享受到总部一系列的赋能支持 包括仓主 物流 后台系统 供应链等等 还有专门的市场人员指导门店的经营 因此 711并不是一家单纯的零售公司 而是一家为零售做赋能的培训咨询公司 通过不断的赋能每一家店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过去老板都陷入了两种典型的经营陷阱 第一条 重资产的直营破障模式 老板把钱都投入到门店 投库存 投人工 一旦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重资产直接就把企业给拖死了 第二个陷阱 过去的招商加盟 可能只是做招商加盟 提供的是品牌和货源 不给加盟商做任何系统的赋能 加盟商没有经营管理系统的能力 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就自然很弱 所以就会形成前面不断的开店 不断的招商 后面就不断的关店 到最后肯定死路一遥 711采用的其实就是阿里巴巴提出的 未来十年黄金封口模式 S2B2C模式 不是自己一家一家的去开店 而是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商业赋能平台 通过不断的赋能同行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平台做大 盘子越大 赚的也自然越多 就是去整合一些人 钱和资源来干点事 顺便大家都能赚点钱 所以同样的时间 用不一样的模式 你会发现人生创造的价值大不相同